每逢年初一吃素是华人的传统习俗 南乳摘菜也是一道必吃的年菜 材料丰富又健康好味道 再搭配回味无穷南乳的咸味和独特的香气 保证你吃不停口 一片斧竹片 剪成小片 一小把粉丝 要用来油炸 荷兰豆大约10只 胡萝卜半只 切片 玉米笋两只 切小粒 香菇5朵 泡软去蒂 保留香菇水 香菇切拌 云耳5-6朵 泡软洗净 两大片白菜切成小块 半颗包菜花 切成小块 红腐乳3块 麻油腊腐乳1块 压碎 炸粉丝 油药烧到很热才可以炸到膨胀 捞起力油备用 腐竹片以中火炸至金黄色 腐竹片以中火炸至金黄色 捞起力油备用 这些是要用到的材料 这些是要用到的材料 放入两汤匙油 先以小火爆香红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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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菜 包菜花 翻拌 加入胡萝卜 玉米笋 香菇水 一碗清水 放入炸腐乳 翻拌 盖着以小火焖煮10至15分钟 时间到 打开盖 翻拌 加入二汤匙酱油 二汤匙糖 加入云耳 荷兰豆 拌均匀 以小火焖煮几分钟 最后加入炸粉丝 拌均匀 香喷喷的南乳罗汉摘完成啦 开饭啰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和关注 谢谢收看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请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